看到一篇文章是有关宽恕和放下的 里面的例子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故事说有两个戏剧院里的同学 毕业后一起进入演艺界 他们也很有才气 在学校的时候已经显得与众不同 两个人虽然比指声声相识 但因为大家很强而暗中较量 虽然两人同时毕业于戏剧院 但其中一位是收导演系 另一位是收表演系 所以入行后一位就做了导演 一位做了演员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两个人在他工作上都表现得很出色 有一次刚刚有部电影 很适合他们两个合作 由于他们两个都是很好的同学 所以对对方的演艺才能都很了解 所以很爽快地答应 一起合作 这个导演其实对演员一向是严格的要求 所以在拍戏的过程里面 虽然是自己的同学 他都毫不客气地加以指责 而那位已经是名演员的老同学 也有自己的见解和歌星 所以在片场里面的气氛真是很不融合 很重的火药味 有一天了 导演因为有几个镜头一直都拍得不好 很生气 充口而出 对自己的老同学都大发脾气 竟然他说 我从未见过这么差的演员 这句说话一说之后 那位名演员一听了 面色苍白 整个都呆了 接着他走入休息室 不肯再出来继续拍戏了 当时经过其他人的劝解 那导演没办法 自己也觉得 句说话比较重了语气 所以只能走入休息室 打算叫老同学出来 继续拍戏了 进去 他对老同学说 你知道了 有时人 生气起来 难免是口不责言的 但是我冷静了 想想 他都没说完的时候 那名演员一听 他前面的说话 好像是来道歉的 不禁将头摄得高高 那看着他 那导演一见到他这样的样子 竟然 说不出后面的说话来 过了一会儿 他继续 他就说 我想了一阵 我也觉得你是一个很差的演员 一说完这句话 大家都可想而知后果如何 名演员退出了这部电影 从此两个人绝交 两个人都在演艺圈里奋斗了一生 年华漸漸漸漸漸 直到名演员患了重病 临死之前 他要求见个导演一面 导演听到这个消息 立即赶到医院那里 在名演员 未曾死之前 他哭着地跟他说 他说我发誓 你是我今生所见最好的演员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 各位名演员 看着老同学 含笑而世 两个人多年的心结 终于冰释前言 但可惜太慢了 这是一个故事 但我有个真实个案 我有位朋友 他跟他的外母一起住 而他的外母的人品 是比较上 是浪漓的那些 而我那位朋友 他是一个好人品的 但因为他的外母太浪漓 所以住了一会儿 搬出去 永不相见 而我这位朋友 在几年前病重的时候 跟他太太说 希望见个外母一面 而那位做外母的 真是狠心到 在他那个女婿临死之前 都不肯去老人员 见一见他 那他那位女婿 真是当时死不硬弊 是我亲眼看着的 所以 仇恨真的会令人变得 愤怒 丑陋 合宅 思想都停顿下来 如果你放下仇恨 你就会心安宁得 心空坦荡 你才能有快乐的心境 所以我们一定要永远地宽恨众生 无论他有多坏 甚至他伤害过你 你都一定要放下 你才能够真正有快乐的 如果你去除心中的仇恨 你不止是宽恕了别人 你也是放过了自己 你心中没有了仇恨 你是不会有负面的情绪的困扰 你心中放下了仇恨 你个人会变得平和 安长 轻松自在 积极向上 你会充满阳光的 你放下了仇恨 你才能从内心深处发出一种 是铁担重庸和自信的 在仇恨的碎血里面 其实最痛苦的不是你所憎恨的人 而是你自己本身 因为人生有限 你把所有的时间放在你仇恨 你有多少时间可以令你自己快乐呢 你令到你自己所有的时间 是被一个枷锁 一个重担地压住你自己 你怎能享受你的人生呢 如果一个人心中有恨 是永远不像那些心中有爱的人 那么快乐 那么光明的 如果你能够宽恕人的过失 是你自己的荣耀 宽恕就像一把模型的梯一样 帮你爬升到更高一个层次 为了能够轻松地步入向前生活的轨道 令我们大家放下仇恨 学会宽恕 做到宽恕人生 就无事令你不能放下仇恨了 我们要学会放下 不要执着 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解脱 一切事物都会得到明确的答案 一切疑难自然 就会迎人而解 令我们豁然开朗 其实宽恕一个人比他爱一个人更难 我们要付出更大的勇气 才能够宽恕他人 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之中 一切才能够变得更加完美 圆满的 小 triumph a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